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糟了 都这么晚了 要是被邱老头发现 肯定又要骂我了 秦柔姑娘 今儿邱公公身体爆样 让您自行练习 公公还嘱托近日宫中伤寒肆虐 让姑娘你务必喝下 这碗制风寒的汤药 以防传染了皇后娘娘 替我谢谢邱公公 是 殷秦柔 这么多罐你都闯过了 这点苦算什么呀 要是要战 要战 王爷 何事如此慌张 岂便王爷 宫里来袭 尹姑娘 他病了 他病了 终究还是病了 走 去看看 王爷 这是帮你找的字画 日后再说 王爷这是怎么了 尹姑娘病了 所以王爷有些心急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没穿衣服怎么办 哪有女孩子这么说话的 我看你是变糊涂了 怎么了 我没死 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我告诉你 姐姐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有什么大招 尽管放吧 怕了我就不叫尹秦柔 我 小强 尹秦柔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是再敢生病 或者是逼我先死 你就死定了 我看你才是变糊涂了吧 我要是死了 还怎么死定了 总之本王最晚了 你不是要变尸吧 仙妻那个真不变态的 我回去禀报母后 这几日你身体不适 免去你的训练 等你想起来 黄花菜都凉了 邱公公已经发话了 说让我这两天休息 邱公公 行啊尹秦柔 邱公公一向执行母后的 没想到现在居然替你说话 那当然了 我是谁 你先休息吧 改日再来看你 我一定是病糊涂了吧 要不然怎么会有触电的感觉呢 不想了 睡觉 不错 没想到尹秦柔还能绣出这样的东西来 是啊 尹姑娘这阵子很刻苦的 老奴也觉得诧异 还别说 看起来 还有点像你的手艺呢 是老奴亲手所教的 自然像老奴的手艺了 我看看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姑姑 您不过这样就让她过关了吧 嗯 本来想呢 那个丫头熬不住 自己也就走了 可没有想到 她不仅撑了过来 现如今 还想有所成 哀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既然这些都难不住她 那我们就给她来个大的 什么大的 再过十日就是皇上寿臣 依我看 不如就交给尹秦柔来操办吧 那怎么可以呀 她绝对办不成 要的就是她办不成 到时候皇上一生气 表哥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不可借皇上的寿宴开玩笑 姑姑 这怎么能是开玩笑呢 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 姑姑求求你了 寿宴年年都有 大不了明年 我们再好好操办不就是了 给皇上补回来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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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朕拿你没有办法 小秋子 你去告诉那个尹秦柔 就说皇上的寿宴由她来操办 启禀娘娘 老奴怕 尹秦柔她捅娄子 让你去你就去 我还怕她不坏事呢 去吧 出了什么事 哀家担着 遵旨 秋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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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公公好 秋公公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啊 歹 秦柔啊 我今儿个来找你啊 就是告诉你 皇后娘娘已经决定了 让你 来操办皇上的寿宴 什么 我 就是你 皇后娘娘她这是哪来的灵感 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 我怎么办 没错 要是靠你自己 那是绝对完成不了的 可要是完成不了 那就是死罪 公公 咱能不能少半点落井下石 多做点雪中送炭的事啊 我说你这丫头能不能少犯点贫嘴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这当务之急呀 只有去找三王爷帮忙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求他的 再说了 我就算求他 他也肯定不会帮我的 你给我听着 眼下三王爷呀 最得皇上的喜欢 你找三王爷帮忙 没错 再说了 他是你未来的夫君 帮你那是理所当然呢 呸 我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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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这丫头 我好信给你指阳关道 你不走 这这这 这我不管了 我 公公我错 你别生气了 公公 你能不能帮我通知一下独孤员 让他今夜子时在御花园的凉亭里等我 谁 独孤员 独孤员 你确定不是三王爷 嗯 怎么还不来啊 姨姑娘 我就知道 你肯定靠谱 一定会来的 不知道 姨姑娘深夜找我来 所为何事 我没想到 你还挺有本事的 公里倒有人 姑娘 何出此言 哎呀 这事还得人家疏破 我知道 肯定是你暗中打点 让小太监们照顾我 送衣 送饭 送药什么的 哦 还帮我作弊呢 嗯 你看 嘿嘿嘿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贵了 而且啊 它还有保暖功能呢 哦 颖姑娘 你找我来 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吧 哎呀 好 你看我 一见到你我就说个没完 我都忘了正事了 我找你是想请你帮忙的 哦 不妨说出来 嗯 皇后娘娘 让我操办皇上的寿宴 可是我这人身体不熟的 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 而且皇上什么喜好 我也不知道 我只要是办不好 那可分分钟都是 哎呀 我就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 嗯 你帮帮我 不然你下次见到我的地方 很可能就是寻常了 颖姑娘 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当今圣上乃是明主 凡事都讲究结谨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皇上乃是重情重义之人 喜欢合家团圆 投其所好 必诸事顺利 哦 团圆 哦 有了 毒姑 谢谢你 你真的很靠谱 那我就回去准备了 你也快回去休息吧 拜拜 三弟四弟 二哥 二哥 免了免了 三弟 三弟 多日不见 我看你最近消瘦了不少啊 难道是灵溪王府的伙食不好吗 谁说的 三哥身体好着呢 对了 父皇的寿臣马上就要到了 我打算甄选搜集海内的珍宝 为他老人家献上一份大礼 不知道二位兄弟有何高见 再厚的重礼 也不如大哥在世能让父皇开心 三弟受到极势 可是适者一矣 还是要想办法让父皇别太伤心 免得伤了龙体 如今父皇和母后身边就只伤我们兄弟三人 只有手足齐心 父皇才能安乐呀 兵宽 兴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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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 二哥 未来的三嫂 这就是老三要娶的人 对啊 怎么样 有意思吧 二哥 人家二人说悄悄话 我们喝酒去 好 走啊 好 歇言琪 你过来 什么事 冰块里啊 你把阿广弄进宫来 不可 朝堂圣地 既是贤在人等想来就来的 为什么呀 这好歹也是你家呀 弄个人进来有什么难的 你是怕我跟阿广跑了 拜托 这里的守卫比你家还有多 怎么跑啊 再说了 我让阿广进来是真的有事 那你先说何事 我再考虑能不能答应 还不是你的母后 让我操办你父皇的寿宴 所以我只能请阿广进来帮忙了 母后让你操办寿宴 此事万万不可 我现在就去找母后 让她另做人选 喂 为什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偏要做给你看 既然这样 我就让阿广进宫帮你 你 如若还有其他困难 你就告诉邱公公 让她来告知我便可 秦荣 阿广 来来来 哇 哇 这皇宫果然是不都一样啊 真是高担大仙上档子 你能不能有点出现 皇后娘娘逼我操办皇上的寿宴 你说这皇上刚没了一个儿子 又是太子 听说皇上的脾气暴躁得不得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么难搞 你这不是害我吗 我想来想去 只想到了一个办法 而且还得你帮我 最大我的重要性了吧 说吧 你觉得 咱们拍场戏怎么样 拍戏 就是皇上现在思念太子成吉 想让他高兴的话 办法只有一个 什么办法 那也不能让那个大皇子活过来 你不会是 不行 我连那大皇子见都没见过 你让我怎么画呀 没关系 我已经托邱公公 从皇后那儿偷来一副大皇子的像 邱公公说了 你和他的身形 差不了太多 这就算画得再像 这近看还是会穿帮的 这个我也替你想好了 等到皇上生日的那天晚上 我单独叫他进房间 趁着月光朦朦朦朦朦 你只需告诉他 我过得很好 我已经投胎转世 请不要再牵挂了 合着你还是让我养个鬼 亏你想得出来隐情容 阿广 阿广 我这不是为咱俩着想吗 只有保重命了 才能想办法回家呀 可是还有个问题 你怎么又有问题啊 就是我特效化妆的那些家不事 全都在那个工具箱里 就是我们找孔双双的时候 我背的那个 还就是我特别贵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 穿月的时候 不知到哪儿去了 你说 会不会掉在我们穿月过来的那个地方 来的时候 我的确是带着的 我觉得应该在那儿 没错的 乔哥哥 你这个死丫头 手把又痒痒了是吧 公公息怒 公公息怒 说吧 有什么事啊 公公 我想出宫 出宫 那可不成啊 万一传出去 让皇后娘娘知道了 我担当不起啊 公公 求您了 我出宫也是为了皇上寿宴的事啊 为皇上的寿宴 对啊 我出宫去采办皇上寿宴用的东西 你说我这要是办不好 自己掉脑袋是想 又是连累了邱公公你 哎哟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啊 邱公公 您挺是对我那么的好 我这要是不在了 我肯定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好好好 我怕了你了 成了吧 这出宫也行 不过啊 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这些日子呀 我这口苦得厉害 就想吃那郑德庄的龙须糖 原来公公你也是一枚吃货 吃 吃货 没什么没什么 放心吧 保证带到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要带的 没了 不过我可提醒你啊 早去早回 别误了关城门的时辰 要真是那样 我可饶不了你 好嘞 谢谢公公 那公公 我先走了 再见 阿广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 我 我 我 哎 我们好像就是从那儿掉下来的 那我们还不快去 走 你慢点 哎呀 啊 不走了不走了 脚都快扫蛇了 啊 这怎么找嘛 咱俩肯定不行 你去求这瓶块脸 让他多带几个人来找吧 我才不要求他呢 哎 你这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我是一步也不走了 哎呀 烦死了烦死了 你怎么这么倒霉啊 谁啊 啊 这声音 好熟悉啊 我们快去看看 哦 走 哎 哎 你笨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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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再说 先过去看看 啊 啊 大同 哎 大同 哎 大同 谁啊 哎 哎 大同 哎 哎 你们怎么也来了 哎 来过来过来快快快 哎 哎 哎 大同 你是怎么穿越过来的 哎 看来你们哪 对我们所处的环境 已经很了解了吧 哎 你过来也就算了 他怎么也过来了 哼 我哪知道啊 我那天 正好路过这辆道具车 我正看见那孟江 有孔双双啊 哎 突然就一下啊 哎 我就晕过去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哎 就在这儿了 嗯 哎 哎 那孔双双和孟江呢 我醒来的时候 就我自己 还有这辆车 没有看见他们 妈呀 他们俩不会也穿越过来了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哎 那大同 你自己怎么样啊 我醒来的时候啊 我还真的以为是地震了呢 哎 我回到剧组里啊 发现整个剧组都不见了 回到驻地啊 剧组竟然变成了一个城镇 而且所有的人 全都是古装打扮 我就在想 我这是迷路了呢 还是在拍什么戏啊 我就问路边的人 你们是在拍什么戏呢 哎 结果他们以为我是神经病 非要把我绑起来 然后把我损关 后来呢 有个老头 人特好 就收留我啊 在家里干活 哎 这慢慢呢 我就意识到原来 我是穿越到古代来了 嘿嘿嘿 再后来啊 我就凭着我的手艺活 在这儿 干点木匠活什么的 今儿啊 我是正碰巧 过来取工具的 哎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们了 哎 你们怎么样 我们啊 说来话长了 哎 天色也不早了 我们要回宫了 大同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 回宫 回什么宫啊 当然是回皇宫啊 什么 回皇宫 嗯 我就是这么当上宫女的 其实还好啦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嗯 哎我说你们真行啊 同样是穿越过来的 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行什么呀 这次办寿宴 办好了没工 办不好啊 又得掉脑子 你看什么呀 太监 谁叫我这么倒霉 哎 您来之前 好死不死之前 穿了一身太监衣服 结果就被人家当成 嗯 可怜 人家可是褚蚓嘛 好不辣啊 哈哈哈哈 其实啊 我在剧组的时候啊 就怀疑过 来来来 让我检查一下 哎呀 好了你们两个 大同 其实正好碰到你 我有件事想求你 哎呀秦柔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以前在剧组的时候 孔窗窗自己弄坏了道具 非说是我弄坏的 哼 要不是你当时拍了照片啊 证明我是清白的 恐怕我早就被剧组给开除了 现在大家困在这个地方 别说什么求不求的 你有事就说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就一定办到的 大同 够敞亮 够哥们 其实呢 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 谁让你是金牌道具师呢 嗯 其实是这样呢 我跟阿广呢 是想送皇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但是这个礼物呢 需要一些道具 我本来还愁着事呢 到哪去找道具呢 谁知道 天上掉下一周大头 真是天助我也啊 那这样吧 一会呢 你说说你需要些什么东西 然后送我回去 我好提前准备一下 好嘞 其实呢 我需要的是一个长方形的桌子 长一点的 就欧式 就西方欧式的那种 然后需要一些西餐的餐具 牛排啊 腊筑什么的 过来过来 我跟你说啊 好 吃了 吃了 好 看了 她按下我们了 太軟了 太 neo 太遠了 太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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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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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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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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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堂 咱们 你可以啊 走上角 走上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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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